彭湖渔船大静晚88号2号晚间 遭中国海警登检扣押带回 中国台办指出属于正常执法 将依法依规处置 对此录委会承认该渔船被登检地点属于中方海域 竹云市涉及违反休予其规定 但强调会透过各种管道协商沟通 尽速让人员平安回来 并呼吁各界不要过多联想揣测 渔船如果有越界被中国大陆查扣 过去都有一些作业会来进行 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各界不要做 不必要的这个预言式的推理 因为这样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帮助 也会增加家属的心理负担 船上的人员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们希望陆方要秉持着人道的精神 提供必要的药物 国安局长蔡明彦则坦言 此案中方相关作法并不寻常 呼吁渔民进入敏感水域 应提高警觉 并分析中共此举动机 可能涉及法律与政治层面 台海敏感氛围在让美国白宫与国务院都发声表达密切关注 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 其实中国海警不只扣留我方渔船 日前也驱赶菲律宾补给船 打伤七名飞国海军 四号又指出已连续三天在钓鱼台海域驱离日本渔船 与巡视船不断加大海上执法力度 这边消费台报道 行进初级大楼搜索屋内这名男子还半梦半醒 自以为走私毒品规划的天衣无缝 殊不知已被识破 你身上的厕所就是这个东西 警力缤纷夺路全台跑偷偷 把共犯一把抓 从公厕角落 机车置物箱都轮回毒品 转点藏匿地点 警方调查涉案贩毒集团 把毒品化种为零 用平信方式从国外运毒来台 警方发现二十多岁严姓主贤 在暗网找到外国卖家合作 从荷兰运毒来台转售 靠平信特性躲掉签收之关 更用假名乱枪打鸟 调收件地址 继往台北桃园台中高雄花莲等地 等到信件投地派下游成员 从不知请民众的住家信箱取户 他的那个平信的那个状态 不是很正确 就是说他的包装统一 而且在他短时间 就寄送的量蛮大的 这回的可疑平信 插扣到十九封 早在海关查一夜 已被察觉不对劲 夹肠大麻摇头丸 安非他命 连一级毒品骨壳剪也在其中 但万一民众领信后 放着没处理 恐被过沦为 运毒的共同证犯 这整个运毒呢 他的犯罪行为 唯一抓得到的人 就是收到那封信 地址的那一个人而已 所以他们一定会先 从这个地方开始着手 自己如果真的不知道 你其实也没有办法提供 任何证据证明你不知道 他不会是帮助犯 他不会是共犯 他就是正犯 检视运毒行动 最期五年起跳 律师建议发现有问题 立刻报案自保 警方也提醒退回游物机关 毕竟不法集团手法又进化 要防无端受害 民众得小心应对 不怕遗忘 只怕晚宜 记者 存款学习政令 台北报道 台客在网路兜售超过 两千三百万笔的台湾护证资料 一度引发各界关注资安问题 为了强化资安联防 刑建院会四号通过 资通安全管理法修正草案 民定主管机关为数位部 将扩大积核范围 除了公务机关 还有被列入关键基础设施的 特定非公务机关 包含能源水资源 高科技园区领域等 不得使用危害 国家资通安全产品 但有业务需求 又没有其他替代方案 可专案使用 根据草案 纳管的特定非公务机关 需要设置资安长 资安署会定期或不定期 击合纳管机关的资安维护情况 如果发生重大资安事件 规避或拒绝调查 最终可罚一百万 重大的资安事件是 它影响的层面 可能是超过一个 县市政府的范围 或者它影响的资料 跟民众的权益相影响过大 公务机关发生重大资安事件 资安署将有调度支援权力 也可对涉及国家机密 军事机密等资安业务人员 进行试任性查核 至于特定非公务机关 专家建议要给予时间 去逐步达到纳管目标 几年一年之内 你必须要完成一定的教育训练 然后开始硬体的部分 因为可能会牵扯到预算的部分 所以可能给这个业者 可能两年的时间 来做预算上面的 这个硬体 或是网络上面升级 这一次修法并为纳入 一般民间企业 输卫部表示 关键基础设施都属 特定非公务机关的范围 像是新竹科学园区 但未在竹科的公司 必须是关键基础设施 才会被列入范围内 为了管控农地违章工厂 带来的污染跟公安问题 工厂辅导管理法 在2019年完成修法 只让低污染的违章工厂 透过申请就地合法 不过地球公民基金会 实地走访各县市 发现仍有新违章工厂 从农地冒出头 农业部的统计更显示 工厂占用农地的数量 每年都在新增 农地持续流失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则指出 这些取得登记的工厂 并没有停止污染行为 指出台中一家违章工厂 自灵灯时代就在偷牌 取得特登之后 照样排放电镀废水 遭勒令停工 统计这种已经取得特登的 污染累贩工厂 还有28家 根本被罚不怕 他真的没有在怕你啊 我就是被抓到之后在改 然后他的结果是什么 他就罚了204万 然后当时有勒令停工 然后现在呢 勒令停工之后改好了 复工就好了 所以他还是可以在农地上运作 还团指出 目前看到三年来 相关单位查处 六千四百二七间疑似 违章工厂 虽然查处率高达八成八 但认为被断水断电 或裁罚的比例 恐怕还是偏低 因此对新政府提出代办清单 包括对新增货 未纳管工厂 应立即断水断电 或拆除 制定出让污染 累贩工厂的退场机制等等 记者林静梅林志坚 台北报道 民众如果生病到医疗院所 挂号看诊很方便 不过卫福部今年三月 取消挂号费上线 引发不少收费乱象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一号在立法院未还委员会踢报 南部某家医院缴六千元挂号费 就可以优先排病床 就连基层诊所和新特约诊所 挂号费也高达两千元 让公共医疗出现阶级问题 林淑芬批评 当初取消挂号费上线时 医事司对外表示 医疗机构不可以乱涨价 会影响病人求诊意愿 如果有联合涨价行为 会由公平会把关 难道卫福部都没有责任吗 挂号会还是有彼此竞争的 不可能说我们同一条街上 你如果收到整个就没人要去 所以基本上 不使人间烟火的话 这些也会造成慢性病病人 他从诊所转往 整体收费较低的医院 来就医的情况 或者说有经济健康弱势的民众 他因为没有挂号费的减免优惠 而造成就医基金障碍等等的情况 医港会呼吁卫福部 因尽速盘点四月以来 全台医疗院所调长挂号费情形 并恢复复备查制度 避免医疗阶级化 而出台员也强调 目前健保快一通APP 未登记自费系统门诊 但会去了解过号费收费情况 天气炎热 许多人回到家就先开冷气 不过租屋足就不一定 还传出最近电价调涨 房东把每度电调涨到七块 夏天六点六然后冬天五点五这样子的电价 没有特别说是按照什么 反正他就是收这个价格 你都写在契约上面能接受就能接受 租了一年之后我就收加电费 然后一度是六点四块 我记得他有说就是台电账 他又说要跟着账 为了防止乱象 行政院消保会上周五审议通过新版租赁契约 范本未来房东收到台电账单多少钱 就只能向房客收多少 新版租赁契约范本有三点修正 用电度数计费不得超过当期每度平均电价 不是用电度数计费不得超过每期电费总额 房东有提供电费资讯义务 房客也可以自行向台电查询电费 未来如果房客遇到超收电费 可以向行政院消保会提出申诉 彭阳凯表示房客可以主张权益 但房东如果不照做 甚至拒绝出租或不续约 会是另一个漏洞 要解决租市场争议要从市场公开透明化下手 让政府可以有效纳管房东 达到减少纠纷 维护房东跟房客双边权益 记者欧容林志坚台北报导 走进台铁北车侧间 怎么天花板上方突然多了一个黑色装置 原来这是台铁新加装的科学检测仪器 只要侧间安器数值超过20ppm 就会自动发出讯息通报清洁人员 清洁人员接收到讯息后就会前往厕所 从地板到马桶或是洗手台 每个地方都会重新清洁一次 台铁表示这个科学检测仪器 会进行安器通风和照明等检测 以科学数据化管理厕所 进而解决厕所脏湿臭的问题 提高厕所的舒适指数 另外在侧间还有结合感应服务灵 旅客不用接触按钮 只要手靠近就能通知清洁人员协助或打扫 环境部去年十一月曾公布民众公测评比结果 当时台铁厕所被评为最脏 现在台铁花费近五十万 在十三个侧间导入日本厕所建检技术 全站每天有六十万人流 如厕需要的台铁台北车站事半 期盼提升厕所清洁品质 记者员郭俊玲它报道 天花板裂缝不断延伸 甚至有大面积钢筋外露 秀秀补补补的痕跡相当明显 北市市林松伯大厦 二零二一年被市府公告 裂管为应拆除的高率离子建物 依旧是俗称的海沙屋 居民担忧居住安全丧心度高 也促成此案 成为公办都更二点零 第一个成案的社区 天花板崩塌 然后那个女儿墙倒塌 那有些住户只要遇到地震 就是往一楼跑 这几年都一直都 有点住得不太安心 我以住户代表来看的话 我没有遇到说反对的意见 市林松伯都更案 总计近百户共一百三十人 九成以上住户都有进行 公办都更的意愿 但其实整合初期 意愿并不如预期 是直到部分居民家中客厅阳台 天花板水泥就在眼前掉落 才提高都更共识 第一次招商时 还因为营建成本高涨而流标 经过不断沟通 与住户开会调整招商内容 并给出资者更多开发弹性 第二次才成功招商 其实平素换下来没有到一瓶换一瓶 我们大概 我算一算大概只有一瓶换零点五多而已 解决我们住户的一些居住上的安全来讲 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解决途径 不可能在台北市每个地方都可以一瓶换一瓶 茶杯用了四十年 现在换个新的 赌个两块钱 应该也合理吧 台北市副市长林四川坦言 台北市没办法每个地方都一瓶换一瓶 台北市目前房屋耐震强度还是不足 唯有靠都庚尽快为劳更新 不过都庚也面临缺工缺料的挑战 缺工缺料虽然会造成供期的delay 但是不是完全无解 尤其在今年政府劳动部开放外劳之后 更让我们在移工方面有所补充 监商表示原屋漏涨 迎见成本也涨 大环境下要存活 甚至把都庚做好 除了楼改建提升整个区域的价值 也会是解决方法 就是我们全部去台北的 那只柱子是补墙过的 它那个长宽都增加非常的多 那强度就增长很多 那这只柱子呢 是没有补墙过的 不只屋内凉柱 可以看出补墙后的大小差异 外面的棋楼柱除了阔柱 还能看到地基也有强化处理 在这边开业超过二十年的金纸店老板表示 安心很多 这一栋在新北市新庄区自立街的五层楼建物 先前因为结构受损 住户申请弱层补墙 去年九月动工 今年一月完工 成为新北弱层补墙完成第一案 即使遇到零四零三大地震 店家对耐震能力依然有信心 目前新北已受理申请二十三件若曾补墙 核准二十一件 有三件完成 除了新庄 另外完工的两案在瑞芳 公务局强调若曾补墙施工快速 费用低 施工过程中住户不一定要搬走 符合条件还能有补助 盘点大台北地区现存 屋龄三十年以上老屋数量 新北有将近八十三万户 台北市符合围老重建条件的 屋龄三十年以上住宅 则有将近六十五点四万户 北市今年到现在就已经核准 十四案若曾补墙的申请 以新北新庄这样为例 工程总花费约五百三十万 扣除补助后每户分摊 花费八万元 就能换来结构 变安全的房子 新北公务局表示 当围老建筑 补亦都更的时候 若曾补墙补助方案 或是提升居住安全的 另外一个选择 记者翁榮章子佳 陈鸿毅新北台北报导 南投埔里 从七月开始市区十九条 主要道路开始路边停车收费 采单一费率每小时二十元 不过第一天停车隔停车率 是只有百分之十 高铁彰化站则是收费停车场 宫荡荡 免费的公園停车场是停的满满的 甚至还停到了人行道上 警方也加强举地 一看到收费人员靠近 车主马上出现 说要移车 还有车辆直接违规停在两个停车 隔中间的黄线路段 南投县普里镇市区道路停车收费 一号正式上路 南安路的路边停车隔一片空荡荡 民众对于新措施褒贬不一 为了改善交通环境南投县四大乡镇陆续规划路边停车收费 既南投市草层镇之后 普里镇也正式上路 共在十九条道路划设九百四十七个停车隔收费 采单一费率每小时二十元 每天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收费 政公所坦言民众改停向道或非收费路段 统计首日车隔停车率只有百分之十 后续会再加强宣导 高铁彰化站周边已有停车乱象 委外的收费停车场没有人停 但免费的广场公园停车场 四百个车位则是停满满 有些人甚至停在人行道上 警方直接来开单 田中分局表示 六月在此取缔一百八十七件违规停车 最重开罚一千二 但收费停车场一天最高 只要一百八十元 警方说会持续加强取缔 民众千万别跟荷包过不去 记者杨明峰 南投彰化报导 旅馆内骑着电动行李箱代步 民众来去自如 嘉义一名神经专科医师宋思权 本身是脊髓损伤者 上周到台北某间百货公司使用电动行李箱代步 却被保全呵斥要求离开 宋思权说 第一时间解释自己行动不变 将电动行李箱当成辅具 还是被制止 让他执意业者 百货公司回应会要求保全改进 也希望消费者使用百货内的正规辅具 交通部也不认为这电动行李箱是运据 警方则提醒个人行动器具 虽然纳入慢车种类 但各县市都没开放行驶在公共道路上 学者也提醒科技进步 聚接搏功能的轻量型电动器具 不断被创造 像是电动平衡车 或是电动滑板车也常有人用 却碍于法规无法普及化 建议政府若认为电动行李箱部署运具 应尽快规范禁止 避免模糊空间 让民众或业者无所适从 记者林伟廷 王老庭 孟昭全 嘉宜高雄报导 大人小孩在潮间带边体验边听解说 屏东小琉球山幅度载平 及于城委三处潮间带 拥有丰富生态 但从七月开始进入三个潮间带 需收取每人六十元观光保育费 部分游客改去没收费的隔板湾 及龙虾洞等潮间带 据统计小琉球去年总游客人数 近一百一十二万人次 虽带尽观光彩 但游客在潮间带踩踏 也导致沿海生物量锐减 为恢复生态 县府针对化为水产动植物保育区的 三个潮间带收费总量管制 一号上路第一天游客数明显下降 三个潮间带的进入人数约四十八个人 那跟去年同期的进入人数的平均是六百人 所以在人数上是差距蛮多的 好几团游客在未收费海域玩水厅导览 正值暑假小琉球上周末已出现万人登岛盛况 二号上午人潮不减 面对收费议题 游客意愿不一 环团担忧人潮移到井陵海归产卵地的隔板湾 同样影响生态 还与所表示隔板湾因井陵 威尼斯沙滩较难管制 会进行生物调查 视状况调整保育措施 中共持续加大扰台力道 马祖南竿机场 二人上午首次出现中国无人机干擾 大约上午九点多 马防部通知机场塔台 在距离南竿机场大约九点三公里处 有一架中国无人机塔台也立即提醒一架 准备降落的立荣航空班机要注意 立荣航空有两个航班因此言误 南竿机场主任汪丁黄表示 这是第一次有中国无人机这么靠近南竿机场 但其实中国无人机不止擅闯马祖 过去也曾多次盘旋在金门二丹岛 还把拍摄到的捐取影片都上网 严重影响国安 台海紧张在升高 国防部三日公布 截至上午六点 过去二十四小时内 共军或共击二十二架次 其中二十架次与越中线 并轻饶北部中部西南及东南空域 最近离俄湾比仅四十四海里 另有六艘共舰持续在台海周围活动 国防部强调国军已运用任务机舰 及安置飞弹系统密切监控和引处 据我们中国人台报道 说明会才开始要由空军地气联队说明关山战备跑道的新建计划 但马上遭到关山镇幸福社区居民抵制 关山战备跑道预计要利用公路局 花东公路拓宽改建工程中的东西线线道 通过关山镇幸福社区 两公里笔直的道路兴建 但周边都是农民租用国有地 和原住民保留地跟做多年的农田 一旦要被征收 补助款每公顷才十万元 农民等于失业 而且可能会影响观光 当地农民和居民一致反对盖战备道 我们不要 我不讨厌 这些路做下去我跟你讲 观光临走 说明会场上关山镇长和多位民意代表 都表达东部已经有两座军用机场 没有必要盖战备跑道 盖了反而会成为中共飞弹攻击的目标 影响军民生命财产安全 整场说明会 军方连说明都无法进行 就在抗议反对声中散会 我们的厚厚世世代代 都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关山 继续的安身立命 基于这样的缘由 我们要跟国防部来抗议 我们反对盖战备跑道 由于接下来还有两场的说明会 观山镇长呼吁国防部和空军 不要再开了 以南政府要强硬兴建战备道 会号召全镇居民到总统府抗议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广不大 广不大